2000年三级贫护的阿扁总统 告出萧草底层的奋斗 可以闯出一片天 权贵终于不能嚣张 黑金终于能被打倒 可是阿扁身边 鸡犬升天的小人 却是一群贪然恶狗 狠狠的狠狠 践踏我们抬轿的心血 绿色执政要打破黑金盛态 产生的阵痛却都只是中小企业 为了台湾的未来咬牙苦撑 最后贪腐依旧 只是改批绿衣 2008年带着一颗被阿扁伤透的心 接受了马英九温文儒雅的形象 期盼能给我们清廉和谐的社会 但是自恋的人 只想着包装政绩 国家政策开始短视精力 争权的政客 夺利的财团紧密结合 黑金盘踞在国家根基里 小草的热情 成了黑金壮大的养分 2016年受够了黑金复辟的不公不义 蔡英文用坚强温柔的口吻 告诉大家 绝不辜负人民的期待 小草兼着小小草 稚嫩的小手捧着一个个小猪铺满 在渴望改变的泪光中叫到他手上 渴望这位没有包袱的总统 能够用完全执政 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 结果绝对的权力 换来激进疯狂的贪污腐败 甚至要陪上小小草的未来 期待改变的心一直没变 1990年中正纪念堂韩人的夜晚 2006年凯道上静坐的滚烫马路 2023年的今天 扛着心希望的小草 要走完台湾头尾 仅存的一丝热血蠢动 坐不住了 起身走了台中这段 前面的弟弟喊着加油 就要到成功车站了 希望台湾民主的奋斗 就在你们这一代成功 信介先静坐 抠着人烈的手肘 野百合挡着寒风的伞 红山军在凯道上的烛光 和这群小草手里的国旗 这应该就是台湾民族进步的画面 美丽的风景一直都在 一群善良无私的人 每天走在台湾土地上 奉献出一点一滴改变的力量 坚强的小草一直都在 如果你看到这里了 希望你也能加入走一段 让全错的散念加热一下血液 小草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